大家好,我是大东北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哈尔滨市的二城区 现在天也非常冷了 二城区比较出名的就是沙猪菜 我身后就有两家比较出名的沙猪菜 一个设例沙猪菜 这边一个老韩沙猪菜 可以说在二城是非常出名的 连哈尔滨人都知道 媳妇你说这两家去哪家,你选 我选那家大的 行,那继续看家 走吧,你去看看 今天我们三个人 我带了我们清凉解渴小宝贝来的 走吧,进去尝尝 你好 大伙儿凉菜吧 对 这家沙猪菜在阿诚已经开十多年了 据我了解,他家在阿诚好像是数一数二的 我呢,就主要是以前拍过很多家沙猪菜 现在是双层的 包括咱们称高屋的沙猪菜 我现在以后他家拍完之后 我还会去路加沙猪菜 还有那个薛家沙猪菜 还有几家,但我想不起来了 我这陆续的全排 因为呀,我就爱得意这口 沙猪菜,就爱吃这口 哎呀,沙猪菜来了,主角 他家上菜真快呀 说三十八分钟之内,上席真来了 你看人家这速度 那个菜上席了 今天来这儿啊,就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媳妇不用介绍了吧,老大 这位呢,就是我求助我 但是不是起呢,是我喜欢辅助家的弟弟 那个,我今天到,没白来 这是你在哪儿什么,我在哈尔滨 但是离得不远,我带着好东西 你能带啥好东西 酒 我哪儿都跑过,全哥去跑遍 咱酒没喝过 这酒你喝过吗 这酒你喝过吗,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你肯定没喝过 你给我多大点啊 行,放心吧 你整满个 这酒没喝过 但是啊,再好的酒 小酌一请,大喝伤身 都得少喝 吃杀肉刺,必须蒜泥啊 没有蒜泥就是失去灵魂 来,放点辣椒油 来,尝尝血肠 看血肠一看就嫩的 真嫩 尝尝啊,这大血肠 哎,好吃 血肠冠,确实不错啊 这才是真正的血肠 嫩如豆腐 而且里边啊 它放着一些料 吃到嘴里 非特别特别的香 非常香 你看多嫩 看看 放点蒜泥 没事了,朋友们 放到嘴里 好香哦 哎呀 他家放的这个油 也是有那个 画龙点睛的作用 吃到嘴里非常精练 不错啊,这水肠 来吧 咱们这边得有多少时间 大半年了,可以两个 真是 过年的时候大一家 还过年的时候大家看 嗯 这酒跟别酒不一样的 黑丝甜 你能喝出一丝丝甜 因为什么呢 它这里边有 杭州的菊花 还有人参 枸杞 再有什么我就不太了解了 还行 这么好的酒 把它结合 来 来 来 吃杀肉菜 必须得趁热吃 这碗不能凉着吃啊 但是说吧 这个点时间长了 这个 这个雪上有点老了 咱们吃里边 这个底下应该是酸菜 酸菜 呀,苦肠 苦肠 还有别的肉呢 护心肉 肝 五花肉 来吧,开扫 他家这个杀肉菜 真炖进味去了 酸菜也非常软烂了 酸菜也炖得非常软烂了 酸菜也炖得非常软烂了 这五花肉 放到上杀猪菜里 这么一煮 它就已经不腻了 一点都不腻 他家这个杀猪菜啊 说实话 那个老汤味也挺浓 绝对 也炖到时候了 但是啊 照这个称高 下铺那个杀猪菜 也是差那么一点点 你看他家这个五花肉 就是说 肉片型 吃的不贵 不像那样 那家吃大肥肉片子 又大又厚 吃的贵 这家杀猪菜 也是地地道道的杀猪菜 绝对正宗 绝对正宗 还有咱那个 他家这个菜马 48元 里边全是肉 还有这个 你看看 这也是30多块钱 这凉菜18块钱 菜把是非常大 这个就大肠灌肉 是他家自制的 这是猪大肠灌的精肉 这个头可不小 来尝尝 尝尝 它这个口感呢 我吃的挺像那个 火腿那种味道 一点都不腻吃 比火腿更要咬是吗 嗯 就是它这个东西啊 个头太大了 又厚又大 能做饱饱 来吧 我要带这个手套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吃骨头 一定要有仪式感 我毕竟啊 骨头有王子 这程度啊 不能白抢的 烂 吃肉之前呢 先把这骨髓一个吸的 嚼嚼啊 它这个骨头啊 是肥瘦相接 酱的啊 酱的 酱的 味道可以 味道不错 今天的他家鲨肉菜 吃的确实不错 按那个鲨肉菜 领域来讲 他家可以打八十分 行 今天就这么低了啊 明天咱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